我记得她那时候在泰国 还在泰国生活 然后我在拍戏 然后有空的时候 我就会开车当然上学 她怎样都不下车 一送到她到课室 我就明白为什么了 因为我觉得她也很想 让所有人知道 她有一个麻烦这样子 李信杰27岁当继母 女儿和妈便一辈子的定情之剧 放不下也放下 成为光也无光 收拾你再执行的翅膀 为了拥抱她 乐女歌手李信杰 睽違20年再度回归歌坛 7月22号将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举办人生首场大型售票演唱会 我觉得如果娱乐圈没有了我 可能那个不会有太大分别 但是如果我的女儿的生命中 没有了我 对她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 其实我把她带在我身边 说我才27岁 还是一个小孩带小孩 而且那时候为了她 我也放下了很多工作 也是在我事业最 算是最好的时候 2010年李信杰和导演彭顺结婚 在27岁事业一片光明时 毅然决然当了继母 40岁再生下双胞胎儿子 你记得她第一次 真的叫我彭顺先生 我第一次见她是她两岁 在我们相处的三天里面 她一直都没有叫我 因为我叫她叫我阿姨 那有一天因为我要去海边 然后她急了她想跟我去 她就脱口而出叫了我妈妈 我回头走到她面前 我就问她说 你是不是比较喜欢叫我妈妈 然后她就很腼腆地点头 好啊那你就叫我妈妈吧 我也没有想到原来我当时的这个决定 就已经是我们这个母女之情 一辈子的这个定型之日这样子 定型之moment那个moment 对 我记得她那时候在泰国 还在泰国生活 然后我在拍戏 然后有空的时候 我就会开车她还上学 她怎样都不下车 一送她到课室 我就明白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她也很想让所有人知道 她有一个妈妈这样子 李欣杰说 女儿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 今天我可以爱一个不是我亲生的孩子 那就是天下最无私的爱了 我是一定会尽全力去爱小孩的人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遇到了我的女儿 我的生命阶段里面最重要的那个 应该就是我的女儿 所以其他的事情可能我可以先放下 因为我觉得我的事业可以 以后再去努力 但我女儿的成长是不会停下来的 那我现在回看 我觉得很值得 看着我的女儿这样带她长大 成长到今天 在我越来越不用力去 去带领她的时候 我发现她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好 越来越能够感受到我给她的爱 所以现在我两个儿子 基本上是放痒 而且我老公就是 从来没有比较性 她从来不会比较任何一个人跟任何一个孩子 在我很紧张的时候 脚不放松的时候她会劝我 她才八岁你想她怎样 然后比如说 以前很早期的时候 有这样子我让我的孩子学钢琴 我老公观察了几个心就是说 老婆我觉得 我观察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她没有天分 放弃好了 她会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 来打救我跟我的女儿的这个很紧绷的这个状态 Happy Mother Happy Child 这样子就是 妈妈一定要开心 所以我从跟她在一起 我想做什么 她都没有阻止过我 我要去拍戏就去拍戏 我要做什么 她就会全力支持我 谢谢朋友 你看